這間聲威電機好嗎? 何董應承擔五千萬下來 我們當一毫子一股這樣計算 除了一節夠, 都差三千萬 這筆帳號跟銀行談不難 以前Sylvia在天坤和銀行員這麼熟 由他外面去談沒問題 這也是Calvin要Sylvia做CEO的原因 而且我們現在買這間公司是最好處的 他在荃灣有一個舊廠房 他附近有兩幅地皮 被西北置業勾了出來申請拍賣 估計車價可以到五千元 所以如果我們在之前 買到聲威電機的話 他之後的價值就可以做得很高 小友, 連你也覺得 應該跟他拆骨, 撿到他的廠房 我看業績而已 他們連續五年都是虧的 撿到遲早 我們只要做足賠償就心安理得了 問題就是在這裡 當你一說遣散的時候 人們就私之開大口 到最後錢不是一個問題 最怕他們就弄得惹惹惹惹 還有, 你們有沒有留意 立法會就來選舉 可能有些候選人要取政治資本 幫那些高人站出來搞大問題 我不想新公司一上市 投的一宗新聞就這麼負面 如果要買的話,我除了賣明泰行 明泰行?做醬油好家? IT熱的時候 就算凍肉公司也可以變科網股 有什麼問題? 而且價錢便宜,何總筆錢都花不完 但是這些公司做不到什麼好價 放心,做不到好價 我們買回來可以慢慢搞 不如你幫我打聽一下 對他的底價是多少 好,我回去跟Selfia看看 看能否接到那邊 等我,去廁所 好 Gibbit 什麼? 你以前不是有個朋友 在金會投資做分析員 現在有沒有跟他聯絡嗎? 有,怎麼了? 我想找他吃一頓飯 好,那我問Selfia和Sindy 看看什麼時候有空 不用通知他們倆了 有時候我的想法他們未必明白 我亦不想多解釋 你想找人幫我們唱好價錢嗎? 幫我們做事 其實以我高長勝的名字 搞上司一點問題都沒有 但是有些一般人沒什麼眼光 一定要看數字 所以唱好價錢不是說謊話 是嗎? 好的 何太,最近有人傳說你這麼體重Herman 是因為你跟他有特殊關係 那些人真是沒有 但是我擔心是Herman也有份傳那個 我很相信我自己的眼光 我相信你,相信Herman也是一樣 你是不是想質疑我? 如果是的話,你只會連累自己 對不起,何太 不好意思,何太 石先生找你 我先出去工作 石先生 是 這麼好?想找我喝下午茶嗎? 怎麼說的? 真是正經事 我聽到消息 說天坤很有可能入稟法院 最討論送世萬的欠債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你也知道這件事嗎? 是啊 我們旗下集團收購了一間借貸銀行 送世萬原來有一筆帳在裡面 不過告不告他 暫時也無法打理過的 但在你的能力發援裡面 那就好了 怎麼了?所以我不控告她嗎? Elisa爺的情況本來已經穩定下來 但聽到你的聲音之後,她又中風 她們家已經搞成這樣了 不知道可否讓她們走路呢? 阿黃,我說了多少次 這個女人不值得你相信 她只會利用人 是,我還記得她們一家人 怎麼對待你,怎麼對待賀先生 怎麼對待師父 沒錯,你可以理所多然地踩多她們一腳 讓她們沒甚麼翻身 但同時你也可以選擇 在這個時候大人大量 義德報怨,九急扶迷 阿黃,你就是這樣了 你經常替別人說好話 你有空幫自己想多點,好嗎? 阿C,你看Elisa不順眼 阿川也看你不順眼 Dominion也看你不順眼 怎麼會弄成這樣? 就是因為你每個人 只相信自己的眼光 你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好,今天的Elisa和多日在青島的你 其實一樣需要別人幫忙 當我求求你吧,再看一面吧 再相言相,你也要給我一點時間 我查清楚了,我才能回答你 那我是否只能當你答應我了? 你當我答應你吧 媽媽,我也不是一個小事化大人 我只想有人還錢 謝謝 雖然你們不需要即時面對任何訴訟 但接下來的,譬如說要遊信銀行 替你爺爺做債務重組也不簡單 不過無論如何 我相信你爺爺醒來之後 一聽到這個消息 對他日後的康復都可以有幫助 他真的會說不告就不告嗎? 放心吧,從小到大 都只有他求我幫他 這次是我第一次調印最多求他 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會騙我 我看過,聽坤淺券 那邊會計師發了一個原則 他們這次收購了這間美智投資銀行 是因為選銀行,炒,債務大額 賤卷不出事,而宋世曼這筆帳 都是屬於這一大筆CDO裡面 所以如果打起官司歌宋世曼的話 會很複雜,分分鐘拖幾年 賺了律師費 無所謂,無論花多少律師費 我都一定要告這個人 阿絲是一個不簡單的人 所以他更不會做你的蝕本生意 你想想,與其逼得你們破產 玩一毫子都還不到給他 那倒不如幫你們弄好一盤帳 令你們可以還得一萬,還會罷孕 怎麼了?很奇怪,我會這樣做嗎 不,不奇怪 只不過很少見Jesk的你 那麼義氣用事 你以為我單單 只是想落仔下吃這麼簡單 有些人不會那麼容易死的 尤其是當你的朋友 在他們手上面的時候 就更加不可以跟這些人協助盲人 總之,現在天都光亮了 這頓是值得慶祝的 不要跟我爭,我只想吃飯而已 你做甚麼事? 沒事 我以為有烏鷹而已 Hello,北美的朋友 快點追蹤北美TVB USA 官方頻道吧 TVB精彩節目片段 每天更新,隨時隨地 追貼節目和藝人的消息 明天最新,隨時隨時隨時 更新,隨時隨時隨時 乾淨 可就怎麼回答